唐燕和罗靖这对小夫妻从公布恋情到结婚都是甜甜蜜蜜 自近一段时间关于唐燕怀孕的消息更是甚销成上 近日有媒体拍到中秋节当天 唐燕罗靖一起回家共度中秋的画面 同行的还有双方父母 当天唐燕一身黑衣打扮 宽大的连衣裙还是没能遮住唐燕日渐隆起的肚子 唐燕一下车就被老公罗靖搀扶着 这个举动更是证实了怀孕传闻 从四月份开始唐燕就不断被爆出运象 先是有媒体拍到罗靖陪唐燕去医院一次做产息检查的照片 之后又流出一段唐燕在拍摄广告时的视频 镜头下的唐燕胖了不少 还不时地用手护着肚子 8月21日唐燕在片场拍戏的照片曝光 虽然有腰风但腹部已高高隆起 还有网友爆料称自己所在公司原本找唐燕代言 因为唐燕疑似怀孕不得不换人 9月17日有媒体爆出 燕影台的最新路透 唐燕的脸圆润了一圈腰也粗了不少 意味十足 当晚唐燕和李佳琪一同直播 他近来和走出直播间的画面直接被切掉 不让看犬身 目前看来唐燕怀孕的消息大概率是真的 但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网友猜测唐燕是为了保护孩子 所以选择不公开 还是坐等小两口官宣好消息吧